从德云社的大师兄张云雷宣布要当歌手以来 很多人都质疑说张云雷当歌手是心血来潮 一定坚持不了多久 可是如今时间验证了一切 张云雷不但在音乐圈站稳了脚跟 而且他的刻苦努力 也得到了业内的认可 3月16号张云雷官宣要参加精英音乐嘉年华的消息 再一次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音乐实力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演唱会好开 但是这种现场的音乐嘉年华 那是不好糊弄的 道理很简单 歌手开演唱会 一般能买票的都是自己的粉丝 本身就有粉丝滤镜加成 演得好坏都喜欢 可是音乐嘉年华是现场表演 观众也不一定都是为了你来的 一旦你演砸了 观众可不会像你的粉丝那样惯着你 所以一般音乐节或者音乐嘉年华 主办方在邀请参加演出的嘉宾时 都会找那些可能名气不是一线 但是实力绝对是一线的 以免砸了自己的口碑 精英音乐嘉年华邀请张云雷参加 就是对张云雷歌手身份的一种认可 如果张云雷的唱功不行 主办方是不会砸了自己的招牌的 这也足以证明张云雷在音乐上的努力 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可 其实了解张云雷的人都知道 张云雷别的不敢说 唱功绝对没问题 他虽然没有上过专业的音乐学校 但是张云雷从小跟郭德纲夫妻 学打鼓 学太平歌词 他的唱功丝毫不逊色于那些专业歌手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说学逗唱本来唱就是张云雷的基本功之一 所以自然是得心应手了 张云雷这一次参加精英音乐嘉年华 对于德云社的粉丝来说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来了张云雷的演出 如今张云雷是相声鼓曲歌手三期发展 而且这三样都是全面发展 是娱乐圈少有的复合型人才 张云雷有着帅气的外表 可是却偏偏要靠才华来吸引观众 在如今人心浮躁 急功近利的娱乐圈 张云雷这样的人 真是当之无愧的一股清流了